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做数据质量检查 在今天,数据已经成为企业的新型资产 有效的数据能够支撑企业的分析和决策 而错误的数据却可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数据质量差会带来什么问题 第一,数据可信度低 第二,影响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的准确性 第三,可能会导致错误的决策 第四,数据开发层面的工作越来越多 链路也越来越长 如果没有在一些关键的节点配置好相应的检查 一旦出现数据错误的问题就比较难定位 由此可知 做好数据质量监控是数据开发工作的重中之重 它也可以为我们带来以下的好处 第一,可以提高我们对外输出数据的可信度 第二,可以提高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的准确性 第三,可以帮助我们及时发现数据错误问题 避免由领导或者用户来向我们反馈数据错误问题 第四,在重要的节点上 配置数据质量检查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定位问题 提高工作效率 在探讨完数据质量检查的必要性以后 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为什么要基于Dolphin Scheduler 来开发我们的数据质量检查服务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Dolphin Scheduler是什么 Dolphin Scheduler是一个分布式易扩展的可视化DNA 接居工作流任务调度系统 致力于解决数据处理流程中错终复杂的依赖关系 使调度系统在数据处理流程中开箱即用 它具备以下的特性 第一,高可靠性 去中心化的DoorMaster和DoorWorker服务架构 避免当DoorMaster压力过大 另外,采用任务缓冲队列来避免任务的过展 第二,简单易用 所有的流程定义都是可视化 可以通过拖拽任务来完成DAG的定制 也可以通过API的方式与第三方系统集成 一键部署 第三,具有丰富的应用场景 支持多租户 支持暂停恢复操作 紧密贴合大数据生态 提供Spark Hive MR Python Share 等20种任务类型 第四 它同时具备高扩展性的特点 支持自定义任务类型 调度器使用分布式调度 调度能力会随集群线性增长 Master和Worker也支持动态的上下线 我们为什么会选择Dolphin Scheduler 作为我们的任务调度引擎呢 理由如下 第一,阿把奇顶级项目 社区活跃 响应快速 选择一个开源项目 就意味着选择一个社区 积极响应的社区呢 让我们更有安全感 第二 它支持DAG可视化脱拽编辑工作流 容易使用 易上手 第三 它的代码设计良好 可读性较强 二次开发较为容易 定制化相对简单 第四 它的功能丰富 具有数据员管理 文件管理 监控和告警等 周边的功能 我们选择Dolphin Scheduler 作为我们的任务调度系统 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数据质量检查服务 能够很好地 跟Dolphin Scheduler 结合到一起 那么接下来 我们想要的数据质量检查服务的样子 第一 它需要具备丰富的内置规则 能够帮助我们 满足日常的检查需求 第二 它能够无缝地接入到工作流当中 当出现严重数据错误问题时 能够及时地进行告警和阻断 第三 有较为完善的结果处理机制 第四 能够查看数据检查结果和错误数据 方便我们去排查数据问题 和进行数据的修复 在确定我们的目标以后 我们首先是调研了现有的开源方案 是否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 目前的开源方案中 使用Java语言开发的 较为知名的有两个 第一个是Griffin 它是一个Apache顶级项目 是一个优秀并且完整的 数据质量检查系统 具有独立的UI 调度和内置规则 它依赖于Apache Levi 来提交Spot作业 但是由于它是一个独立的系统 所以它比较难无缝地接入到工作流当中 来实现当出现严重数据质量问题时的阻断 第二个是Qualities 它是微重开源的数据质量检查系统 具备较为丰富的内置规则 它的界面简洁容易使用 但它依赖于另一个组件 Linked 作为执行Spot作业的引擎 如果想要实现无缝接入工作流 还需要依赖于Data Sphere Studio这个组件 也就意味着 如果我们想要依靠Qualities 来实现我们之前所定下的目标的话 那么还需要引入更多的组件 这样就不够轻量检 因此在调完研所有的现有的开源方案以后 我们决定基于Dolphin Scheduler 来开发我们的数据质量检查服务 那么基于Dolphin Scheduler 来开发数据质量检查服务 有什么优势呢 第一 Dolphin Scheduler本身作为一个任务调度系统 它具备了执行任务的基础 不需要引入新的组件来提交任务 第二 数据质量任务检查 它可以作为一种任务类型 然后可以无缝地接入到工作流当中 来实现我们当出现严重数据质量问题时 进行阻断的目标 第三 无需新增其他服务 来增加我们运维的难度 第四 可以很好的和社区一起共建开源 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分享 我们基于Dolphin Scheduler的数据质量服务的设计 还有实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整体的流程 在用户测 用户创建数据质量检查任务时 会在前端去选择一个规则 然后填入所需要的参数 然后保存任务 系统测的 数据这项任务开始执行 由Master下发任务到Worker Master是Dolphin Scheduler中调度工作流和任务的组件 而Worker是Dolphin Scheduler中负责实际执行任务的组件 Worker接收到Master下发的任务以后 会进行参数的一个解析 还有构造 它是会构造DQC Application所需要的参数 然后传给DQC Application DQC Application会去执行 一系列的数据处理 以及输出数据的操作以后 Worker会发送Task Response给Master Master接收到Task Response后 会对任务类型进行一个判断 如果是数据质量检查任务的类型 那么就会进行数据质量结果的一个判断 一旦发现有数据异常 那么就会进行告紧或者阻断 从上面的流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一个是规则的管理 规则的管理包括规则的定义 还有规则的使用 第二个部分是DQC Application 这一部分就包括Worker会将规则的定义 转化成DQC Application所需要的参数 以及DQC Application去执行数据的处理 还有结果的输出 第三个部分是结果的处理 结果的处理包括结果的一个检查判断 以及当结果为异常以后的一个处理逻辑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细细地看一下 每个组成的部分 规则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规则的管理 规则是整个数据质量检查中 较为核心的一个部分 每一条规则对应着一个检查的一个指标 那么一条完整的规则 应该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呢 规则它主要有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个部分是参数的一个输入项 在我们的数据质量检查规则中 核心的输入项包括下面几个 第一个是数据员参数 它定义了要检查哪一些数据 检查哪一些表 检查哪一个列 第二部分是统计值参数 还有比对值参数 统计值指的是我们对要检查的数据 执行一系列的操作以后得到的一个值 例如表的总函数 例如某字段为空的函数 比对值指的是用来作为比较目标的值 比对值它可以是固定值 也可以是由定义好的计算逻辑 计算出来的值 第三部分是结果判断相关的参数 它包括检查的方式 比较符 预值 以及失败策略 这部分的参数主要是用来定义 怎样判断数据是否异常 以及结果为异常时 后面怎样处理 第二部分是Sircle的定义 我们需要去定义一些Sircle 来计算得到统计值 或者得到比对值 以及定义的定义 获取错误数据的Sircle 用于数据的输出 那我们定义好这些规则以后 怎样才能让用户更好的去使用呢 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就考虑到 后续新增规则的时候 不希望频繁的去修改前端页面 我们不希望我们新增一个规则 然后我们就要去前端页面 新增一个前端页面的输入项 所以我们决定使用 前端表单自动生成技术 FrontCrate 后端读取规则参数输入项 然后转换成FrontCrate 它所规定的Json制服串 然后传输给前端 前端获取到这些Json制服串以后 会自动生成表单输入项 这样的话 实现了规则的灵活 的一个增伤感的同时 也保证了前端代码的一个简洁 以及用户的高的体验性 下面的图就是我们定义 数据质量时 数据质量证物时 所展示的表单 我们切换不同的规则 前端呢就会 生成不同的一个表单输入项 然后我们看这里 我们选择不同的数据源 这个数据源的话 是不同的数据库 选择不同的数据库以后 下面这些表会进行一个联动的刷新 那么用户呢 他只需要在这个下拉菜单中 去选择他所要检查的表 而不用自己手动去前写 这样呢提高了用户的体验性的同时 也减少应用户手动输入表明 列明 错误导致了任务错误的风险 我们系统内置的规则呢 不仅仅包括我们前面三个页面 所展示的那三个 我们按照准确性 完整性 即时性 唯一性 规范性 一致性 以及自定义舌口监控 七种分类定义了十几个规则 下面我们简单讲一下 几种分类的定义 以及它们所对应的一些规则 准确性检查指的是 检查数据是否存在反常 或者错误的情况 例如 数值反常的过大 或者过小 或者超过 记录的一个波动值 那么它所对应的 规则呢 就包括 数值的波动性检查 最大值检查 最小值检查 跨表准确性检查 完整性检查 指的是检查数据 是否存在缺失的情况 这里的缺失可以是 整个数据级的一个 记录缺失 也可以是某个字段 记录的缺失 它对应的规则呢 就包括 空值检查 表准函数检查 等等 即时性检查 主要是检查数据 能否按时的产生 能否 例如 报表数据 能否在上班前 到达到老板的面前 维一性检查 维一性检查 是用于检查 哪些数据 是重复数据 或者说 数据的哪一些属性 是重复的 它所对应的规则 就例如包括 组件维一性检查 规方性检查 指的是 检查数据 是否符合规范 是否按照 规定的格式 进行存储 那么它所对应的 一些规则 就包括 正则表达式检查 字段长度检查 每举集合检查 数值范围检查 等等 一致性检查 主要是检查数据 是否符合逻辑 数据内 它单项或者 多项数据间 是否存在的 逻辑关系 例如检查 PV 是否大于UV 那么它所对应的 规则就是 表达逻辑检查规则 最后一个是 自定义 射口监控 一个检查 用户可以通过 自定义射口的方式 来定义 要检查的逻辑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支持是 单表的一个 自定义射口检查 以及是 跨表的 一个值比对 跨表的值比对 就是你可以选择 两个不同的表 然后去 两个不同的表执行 两个不同的一个 射口的一个计算逻辑 然后他们计算出来的值 进行一个比对 比对值呢 在规则当中 也是属于相对 比较重要的一个 组成部分 我们对目标数据 进行计算统计 以后得到的统计值 会去跟比对值 进行一定方式的 一个比较以后 得到一个检查的 一个结果 那么比对值的类型 和内置规则 将决定了我们一个 这个数据资料检查的 一个方式的 一个丰富性 我们系统里面呢 内置了较为丰富的 一个默认的比对值 包括固定值 最近7天波动 最近30天波动 日波动 周波动 月波动 圆表总函数 目标表总函数 总共8种 默认的一个 比对值类型 同时呢 我们也支持用户 去自定义比对值 只需要定义好 ExecuteCircle OutputTableName 和ComparativeName 这三个属性 ExecuteCircle呢 这条Circle 是用来计算 得到比对值的 而OutputTableName呢 就是将ExecuteCircle 实行出来了一个结果 注册到零时 试图中 而ComparativeName的话 它是比对值的名称 那么结合OutputTableName呢 可用于到其他的Circle当中 那么规则呢 我们定义好了 用户也填好了参数 那么执行的时候呢 就需要有一个 可以执行计算的一个组件 来完成这样的一个 实际数据的一个处理 DQC Application 就是这样的一个组件 它主要有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个是执行引擎 第二个是执行链路组件 执行引擎 我们选择了Spark 因为Spark它支持 多种数据人类型的连接 同时呢 计算速度比较快 执行链路组件 我们设计了 Reader Transformer 和Writer 三种类型的组件 Reader呢 它用于连接数据人 Transformer呢 它用于执行 Circle 然后进行数据的处理 Writer呢 用于将数据输出到指定的 存储引擎中 整个DQC Application的一个 执行流程是这样子的 首先Writer呢 接收到Master下发的任务以后 它会将规则的一个参数输入项 还有Circle定义 转化成DQC Application所需要的参数 然后传给DQC Application去执行 DQC Application 它会解析参数 然后呢 选择相应的一个引擎 然后构造出引擎所对应的 Round Time Environment和Execution 同时呢 也会根据参数去创建 一系列的Reader Transformer和Writer Execution 它会按照一定的顺序 去执行这些组件中的逻辑 来完成整个数据质量 将员任务 在这张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Execution 它执行 这些组件的一个流顺序 是这样子的 首先 我们可以定义 一个或者多个Reader 来去满足我们 不同的一个产品的需求 比如你的单表规则的话 你就只需要定义一个Reader 就可以了 如果你进行的检查 是跨表检查的话 那你就需要定义两个Reader 来连接两个不同的数据源 然后经过Transformer的一个 Circle的一个计算 比如计算 统计值 然后计算比对值 等等 最后通过Reader 将数据输出到目标引擎当中 我们所输出的数据呢 有三种 第一个是错误数据 第二个是检查结果 这个检查结果就包括 比对值 统计值 以及统计值的一个 数据输出 那么当DQC Application 它执行完计算逻辑 把统计值 比对值 计算出来以后 写到存储引擎中 它就会发送 任 task response 给Master 由Master 来执行最后一步的一个 结果处理 当Master呢 接收到 task response以后 它会去检查 这个 task response中的一个 任务类型 如果是Data Quality 也就是数据质量 任务类型 它就会去 存储引擎中 拿到 统计值 比对值 以及一些 教员方式等等 然后进行一个 结果的一个判断 如果 判断的结果 是为异常的话 就会根据 所选择的 失败策略 去进行一个 失败的一个处理 那我们怎么去判断 我们所检查的数据 是否为异常呢 这里的话 我们提供了一个 检查的一个公式 那么请看一张图 在这个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检查的公式 它是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检查方式 第二部分是 比较浮 第三部分是 预值 在检查方式上 我们提供了 四种检查方式 第一个是 比对值减去统计值 第二是 统计值减去比对值 第三个是 统计值占比对值的占比 第四个是 比对值减去统计值 占比对值的占比 比较浮呢 我们提供 大于 大于等于 小于 小于等于 等于 和不等于 六种比较浮 预值的话 是需要用户去填写的 那么由此可见 我们只需要将统计值 还有比对值 填入到我们 这个三个部分 所组成的这个公式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检查的一个结果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 检查表总函数 能否达标 我们这里选择的一个 检查方式是 比对值减去统计值 那么假设 统计值是 九千八 比对值是 一万 比较浮呢 我们选择的是 大于等于 预值我们设置为 一百 那么这个表达是 想要达到的一个 意图是什么呢 是当比对值 减去统计值的差 大于一百的时候 那么这个检查结果 就是失败了 那我们将这个统计值 还有比对值 套入到这个公式里面 一万 减去九千八 大于等于 一百 这个公式 它是处的 也是真 所以它这个结果 检查结果 就是失败 一旦发现检查结果 是为异常的话 那么就要执行 相应的一个 失败的一个策略了 我们提供两种 两个等级的一个 失败策略 第一个是告警 告警等级是指 当检查结果为异常时 它会进行告警 但是不会将任务结果 设置为False 不会导致 整个工作流的阻断 阻断等级 是指 当检查结果为异常时 首先会进行一个告警 同时呢 会将任务的结果 设置为False 然后对整个工作流 进行一个阻断 当有数据异常的时候 我们呢 可以在这个 数据的一个 检查结果列表里面 去看到相应的 一个结果数据 在这个列表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有统计值 比对值 比对值类型 检查类型 操作符 预指 失败策略等等 这些信息 通过这些信息呢 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的去了解 我们这个数据 异常的一个情况 但有时候 观看统计值 并不能够 很好地去了解 数据异常的原因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查看 错误数据 看看是哪些数据 出现的问题 然后来帮助我们去 对这个数据 进行一个 修复 我们支持两种 错误数据的 一个输出方式 一种是 写入到 Elecic Search中 我们通过 Elecic Search Spark 这个库 来将我们的数据 动态地去学到 Elecic Search当中 然后可以通过Kibana 或者其他工具 去查看 第二种方式呢 是写到HDFS当中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用去 新增新的组件 来存储 这样的一个 错误数据 也可以达到 我们查看 错误数据的 一个目标 只是 查看文件的方式 没那么方便 上面呢 就是我们基于 Dolphin Scheduler 开发的 数据质量检查 服务的设计 还有实现 最后 我们来讲一下 我们的部阻 还有规划 首先 讲一下部阻 第一个部阻是 目前的一个 数据质量检查 只支持 离线数据的 一个检查 第二 只支持 JDBC和Hive 两种数据原类型 第三 没有提供 页面 让用户去 自定义规则 底层的设计呢 我们是支持 用户自定义规则的 只是目前 我们内置的规则 规则 已经满足 我们日常的一个 数据质量检查的 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就没有 去开发 相应的界面 接下来讲一下 规划 第一 后续我们会支持 这样一个实时数据的 一个检查 第二 会去增加新的 数据的类型 例如 HDMS Elector Search 等等 第三 会支持 用户 自定义 单表检查规则 目前呢 我们已经将 数据质量检查功能 贡献给社区 1.0版本 在Dolphin Scheduler 主仓库的 Zeta Quality 分支上 可以看到 2.0版本呢 也会在近期 完成PR的提交 也希望能有 更多感兴趣的 小伙伴 一起来参与 和社区 一起共建开源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